製作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现在我们请召集委员 陈委员齐迈补充说明 说明时间五分钟 主席各位同仁 从1992年 当时的等会委员同仁 谢长廷立委 在提出人团法有关政党财产处理的专章开始 到现在 总共漫长的34年 我们在新的国会里头 我们终于有机会 不管是在委员会 或者在今天即将进行的二读会 来开始审查不当党产 处理条例 那这34年代表的意义 是宣示人民的国会来临 这是人民第一次 给我们立法院 民主进步党 跟其他的党派的委员 有机会 在国会里头 来实质讨论有关不当党产 过去 未全时代所衍生的 财产权不公平的问题 第一次在国会 能够公开的一个讨论跟辩论 那在我们委员会里头 总共经过了 3月14号 3月30号 5月26号 6月6号 以及一次的议事录的确定 总共有五次的委员会的一个审议 跟一次公听会 以及在7月12号 总共有包括民主进步党 亲民党跟时代力量党团 三个党团 总共七十八席的 在国会拥有席次的党团 在2002年民主进步党当时提出的 不当党党处理条例 在立法院审议的时候 甚至遭受 国民党 以国库复习的预算案 来绑架整个法案的一个审议 所以这一步走了34年 代表了人民的国会 人民的一个胜利 那我们还是要呼吁 所以在我们即将展开的 二读会的一个审议里头 包括在我们委员会里头 整个立法的相关的 这一个核线性跟必要性 在五次的审查会里头 我们都经过充分的一个讨论 不但当然出力委员会的组织 以及职权 是不是核线 它的合法 正当性 等等这个部分 在委员会里头 我想包括国民党的委员 也进行相当冗长的 意见的一个表达 大家应该不会健忘 在最后 国民党 是以 所谓的这一个 时间 剩下半个小时的一个审议 拒绝延长开会的这个理由 集体退席 但是在整个审查的过程里头 国民党的意见 不同党派的一个意见 在我们委员会里头 都已经做过充分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二读会审查的时候 也能够就相关的一个法案的一个整议 也能够凝聚更多的一个共识 让这个法案 能够在我们这一次临时会 最主要的一个审查的一个议案里头 能够获得通过 台湾的一个民主转型 从过去到现在 有一段相当漫长的一个路 包括说 我们国会全面改选 总统直选 我们虽然促成 我们在台湾在整个权力结构的一个民主转型 但是 对于财产权的不正义 从过去威权时期 国民党已不服 辞职法治国的原则 对于国家的财产 人民的资产 巧取豪夺 国库通党库 在这几年来下来 衍生到现在 财产权的不公立 依然存在 以最近几年 国民党已将近一百 六十几亿八十几亿的金额 挹注选取 形成政党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竞争 所以 以东德为例 这个不是清算斗争 这个也不是政党对立 这是国家团结的开始 这个不是蓝绿的对抗 这个是人民的胜利 所以我希望说 大家能够就法案的内容 能够进行实质的一个讨论 谢谢 好 谢谢 陈委员 那么 本案 今审查会 决议 需交由党团协商 但是因为 协商 羽翼 一个月 无法达成共事 所以我们依 立法院 职权行使法 第七十一条之一规定 由院会定期处理 那么 现在 有民主进步党党团 提出要求再协商 所以我们请议事人员 准备录音录影等事宜 并通知各党团 请各党团负责人 以九点四十分到议场三楼 进行协商 协商后 我们再继续处理 我们现在 休息 准备 快点 酬 谁 详 我 没 那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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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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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